就是上個禮拜講到的部分 那我們延續 所以請各位 先打開這個 上個禮拜的那個 第二個單元 有關邏輯 這個函數的部分 那我們 原則上呢 會先做一些 這個 重點的回顧 主要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第一個一樣 請各位 就是上課的話 還是先簽個到 另外的話 我們每次上課的 這個相關的影片 我會把它放在那個 這個論壇裡面 OK 那一樣會 今天的話應該是第四次上課 所以今天第三 第三上禮拜部分 原則上主要在論壇裡面 所以我建議回去假設你對於上禮拜部分 尤其是上禮拜講的 其實難度又比前兩次來的又更困難很多 所以如果你希望的將來 能夠把這個 VBA 或甚至 Excel 其實裡面蠻多 不是直接 直接就是講那個 VBA 而是從 從 Excel裡面的相關概念 就是從 函數慢慢延伸到 VBA 那其實有一個延續性 那我們上禮拜是主要利用住宅切到 統計部分 也就是如果今天你有一個大量的資料 那你希望能夠馬上知道說這個資料背後所代表的意義 你想要知道比如說到哪一區 台北是哪一區的切到按鍵最多 或哪一條路上 那其實當然如果懂得利用Excel 裡面的一些功能來做的話 當然不是全部都是使用VBA 裡面還配合所謂的枢紐分析表 OK 但是你要先 你要把資料放給那個 這個枢紐分析表去統計分析的話 當然還是需要做一些事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會用到 就是複習一下有關那個Find函數 跟那個IfAir函數 最後再配合MID函數 當然這三個函數 也同樣可以把它轉成所謂的VBA OK 那只是說要怎麼樣把這一個 跟這一個 跟這一個 這三個函數 我怎麼樣把它巧妙的轉換成VBA 那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你對這個細節部分不太了解的話 我建議你回去可以再把影片部分 再重聽過 那其實難度其實會 蠻高的啦 那當然我有講過 其實這個 你要把這個程式學好 真的還是蠻花時間的 但是也不是完完全全沒有辦法 但有點像累積的 也就是你花多少力氣 當然你就會 學到多少東西啦 其實這個 我的感覺是真的 就是你 你有花多少力氣 就會有多少成效 它不會說 突然間你一下子 馬上就會 但是其實也不會 不會說你學很久還是不會 另外的話 影片也都有幫各位 把它整理 然後放在那個YouTube上方 所以其實你回去的話 可以再把這部分 再複習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原則上我們再延伸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再繼續 那上個禮拜的話 基本上呢 我們就是 利用那個 就是 if函數 也就是說呢 在那個 Excel裡面 是用if函數 那if當然有 有潮狀的 可以做出像這個 ABCD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呢 要 判斷說它到底 當然簡單 合不合格 就兩個邏輯 true跟false 但是如果多重的話 變成說它不是 true喔 它true false裡面呢 還會有BCD 那true的話是AE 那 BCD 就叫怎麼 也就是說你在 邏輯裡面 還可以有邏輯判斷 也就是所謂的 潮狀 潮狀的 叙述 那只是說呢 這兩個我要怎麼樣 把它轉成VBA OK 所以這上個禮拜 最後講到的部分 當然有幾個方法 把它變VBA 所以 我們基本上是在H欄 多了一個 這個欄位 OK 那這個欄位的話呢 我們 假設 OK 有問題嗎 等一下 我忘記吧 畫面好分享 OK 我在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畫面好了 那畫面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呢 應該都有 有 看到吧 畫面部分 OK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 我們做完的 包含就是說 VBA部分 這個是 函數 兩個 然後再加VBA 把這個邏輯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呢 我要把 true 是合格 false是不合格 把它變成VBA的話 所以這個地方 我要用VBA來寫 那另外的話呢 如果 假設另外 潮狀回圈的話 在VBA裡面該怎麼寫 OK 這上個禮拜部分 那我大概 把它做一個執行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呢 當然 我們一樣 輸出公式 是最簡單 也就是把 假設我把這個公式的結果 直接用VBA直接丟到這邊 這個範圍的話 這個程式該如何撰寫 另外寫一個清除 OK 然後另外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不用這個 true false 就是說不用那個 函數的方式來輸出 我希望呢 利用VBA裡面的sub 做一個按鈕 按下它之後的話 幫我把合格不合格 輸出到我指定的範圍 那這個按鈕該怎麼做 另外的話呢 如果我 而且喔 這裡面的話 輸出 它並不是丟一個公式 不是像這邊是輸出公式 而是輸出最後的結果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裡面的話 它是一個結果 是合格和 也就是其實我們 做判斷的地方 其實實際上是在VBA本身做完 再把最後的結果 輸出到指定的儲存格 然後再來當然這個 ABCD 當然這個是輸出公式 就把公式丟到指定的範圍 但是如果我今天呢 我不是要做輸出公式 而是要把最後ABCD的最後結果 輸出到指定的儲存格的話 就像這樣 把它清楚 輸出 OK 這個看到的結果就會是 那當然呢 也就變成說 我們判斷的地方 就不是在那個喔 不是在Excel裡面的 這個公式裡面喔 它這個公式是 把這個公式 就是處理完畢 再把結果Return到這邊 OK 那這個丟公式也是一樣啦 我們是 希望能夠把這個做判斷的部分呢 由VBA來完成 OK 所以上個禮拜 主要是講完 這四個按鈕 OK 所以假如說你對這四個按鈕怎麼寫喔 不是那麼清楚的話 或者不太那麼熟悉的話 我是建議回去可以 重新再開啟一個空白的檔案 然後再做練習 就是把這個剛剛講的這四個按鈕 可以把它做 其實也不複雜啦 以後的話 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固定的公式 就是說 如果輸出公式 假設我們是清楚 清楚比較簡單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第七列 OK 然後輸出到Sales的i列 的什麼呢 H欄 然後裡面後面 就給它兩個雙領號 所以 程式撰寫的話 1 切到Visual Basic 2的話呢 就在這邊 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模組裡面的話呢 就是寫什麼呢 你要輸出按鈕名稱 然後前面是加一個Sub 後面的話就是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這個你要輸出的名稱 所以其實我的習慣是 這個名稱 就等於按鈕上面的名稱 然後你就直接怎麼 輸入完之後 直接按Enter就可以 它會自動幫你加一個 EndSub 那我們把中間的程式寫在這個 這個中間就OK了 那裡面的話呢 就是從第二列到第七列 所以For i 等於2到7 OK 然後輸出的位置的話 就是什麼Sales 的I列的H欄 所以寫成這樣 那輸出什麼呢 輸出後面的公式 那這個後面的公式呢 是怎麼怎麼丟過來的 實際上它原來是兩個雙引號 也就是說清除了 然後這裡面的話就把 我們要輸出的公式就這一串 把它直接複製貼貼過去 貼到哪裡呢 貼到雙引號的這個中間 就完成 不過貼上去之前呢 要記得兩個地方很重要 第一個就是 如果它裡面有雙引號 你要變成兩個 第二個的話 如果有列號 這個要把它變成I 這個是最最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 把這個公式複製 取消了之後 再把那個 習慣是用記事本 記事本的話呢 直接怎麼樣 直接把這個記事本裡面 其實就在這邊取代就可以了 第一個就是把一個雙引號變兩個 所以編輯裡面取代 一個 變成兩個 全部取代就可以了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 一般是 習慣是乾脆 就這個一二 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變成什麼呢 後面叫一I 那當然不是直接放個I 而是說這個 這個I 必須 假設你要放的話 必須把字串切開來 放在中間 我前面有教各位一個口訣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I 並且把and前後 再加上空白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幫我把 這個一二 變成一 後面串 就是在四串當中 加一個I的變數 OK 那得到的結果就是它 將來一二會變成一三 一直到一七 OK 全部取代 那就把這一串 複製 貼到我們的 VBA 這個雙引號裡面 其實原則上以後 假如你要輸出公式 只要掌握要訣 理論上應該都可以 順利的完成 所以我做完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執行看看 如果執行 它應該就會把我們之前的公式 輸出到這邊來 但是你看到的應該就是 裡面都是公式 它就是二會變成三 下一個 下一個就變一四 OK 那 這個清除比較簡單 就是跟剛剛一樣 維持兩個雙以後 OK 那 成績 如果說要輸出 假設我要合格不合格的話 上禮拜也有講過了 其實 主要是在邏輯裡面 就不是輸出公式 而是輸出兩個可能性 一個是合格 一個是不合格 那如果二選一的話 必須有個邏輯條件 什麼條件呢 當哪個儲存格 我們是在哪一欄 在一欄裡面 所以你以後就寫 在這裡 一欄 那也就是以後 如果我要取資料來判斷的話 那我就找到哪一欄 一欄 這個地方改成一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從這邊去抓 它就二嘛 一二裡面把資料先抓過來 判斷是不是小於等於60 如果為True的話呢 就直接這一列 這一行的結果 如果為False的話呢 就直接下面這個結果 OK 有點像二選一嘛 所以你會發現 因為我把這個資料拿過來 它就合格 所以輸出的話呢 那第一個就合格 丟過來第二個也是合格 這個不合格嘛 丟過來判 那就跑不合格 所以有點像是 就一個 一個 一個連續的一個工廠的一個 作業平台吧 就是它就是從這邊input input的資料過來 然後呢判斷完output output到你指定的位置 所以有個input output 然後裡面的話有點像 一個連續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作業的流水 它就一直跑一直跑 反正資料全部就2到7 全部跑完 那就結果就出來 那另外的話呢 這個 還有一個就是多重 多重部分的話就是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怎麼樣 不是合格不合格 二選一 而是 A到 D 四選一的話 那當然一樣 其實這個地方改的部分 很重要 雖然看起來 True跟Force 這個看起來 跟底下 好像底下比較難 其實如果你會寫上面的下面 應該OK 我自信 合格 那實際上呢 如果你要 把它改成 多重邏輯的話 那我上禮拜講過 你可以從兩重裡面去改 那改的方法的話 基本上 我把 上禮拜這個重點 這個跟上面一樣 其實你可以把上面這一段 複製貼過來 那改的話就是把 邏輯 變成 因為 TrueForce的話 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當然第一個 我們先從最上面 A開始 那A的話 是大於等於80分 輸出A 為True的話 輸出A 那 反之的話呢 特別注意 如果B的話呢 那你可以把這兩行複製 就是 直接怎麼 貼到底下 所以其實以後你可以 有點像一個標準化流程 那只是記得 第二個判斷式的話呢 記得 就是前面要加一個Ls L if 那這個地方就變成70 輸出B 一時類推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C C的話就是 直接在這個複製一下 把B的部分複製 然後再往下貼 A 這個 大於等於60的話 也就是 C OK 那剩下反之不合格部分的話 那就是D 也就是以後 如果你有很多很多複雜的部分的話 都可以利用 同樣的方式 做輸出 這樣就寫完了 所以 特別注意 我剛剛講的是 程式裡面非常 常見的邏輯 就是回圈裡面做邏輯判 這個是兩重 True跟False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多重 記得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這個當範本 以後的話呢 有點像套範本去做 後續邏輯判斷 那只要你有大量資料 你就把它丟到一個回圈 然後讓它去判斷TrueFalse 大概就是這樣子 不過當然 除了兩重多重之外 其實還有連擊跟交集 也就是可能有第一個條件 或第二個條件 另外有可能 第一個條件 而且第二個條件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後面我們會再跟各位做說明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 把這個部分先完成 上個禮拜的部分重點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不是那麼 因為其實資料裡面 除了有輸出這個多重之外 還有就是說 有同學常會問說 老師我希望說把A 看是不是能夠換個顏色 或者是換個底色 或者換個字型 或者換個字的大小 也就是從這個格式 常用這個格式裡面 假設我要做這些設定的話 針對不同的輸出結果 給不同的顏色好了 或者是底色好了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比如說我希望A B輸出的時候 把它變個顏色 比如說把這個地方 我這邊有 雲端上面 我們有 在邏輯函數裡面 的 這邊 假設我今天 希望把它變藍色的話 該怎麼做 如果我今天希望B 換個底色的話 該怎麼做 那C的話就框線 D的話就出底 當然這個只是 肆意讓大家知道一下 也就是 最常用到的一些相關 那個就是格式設定 那如果 希望在程式裡面RUN 就可以RUN出效果的話 那這個該怎麼寫 這個好像有寫出來 這個跑這個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兩個 就顏色做變 也變更的話 那像這樣子 那當然清楚的話 你不是按Delete 因為你會按Delete的話 像清除 像剛剛這邊清除的話 它其實只會清資料 格式還在 那如果格式要也清除的話 這地方該怎麼做 OK 那邊可能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兩個按鈕 再來就是 後來有同學就說 老師那如果我今天 要把報表輸出 之前要 那個畫框線的話 那這個框線要怎麼畫 如果要清除框線的話 到底困不困難 以前的話 要塗把鏈鋼 那現在的話 有沒有辦法快速的 利用VBA 自動幫我做完 OK 請各位 試試看吧 把上個禮拜的這個範例 打開 另外的話 順便複習一下 我們上禮拜的部分 再來就是說 做不同的條件 給不同顏色的部分 OK 好了 畫面我先